廉署起訴一个港交所前高层和上市顾问 两人涉嫌在几间公司上市申请上 贪污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涉及915万元 案件是早上提堂 两人获准报声 案件押后至到6月在东区法院处理 潘耀星报导 43岁的港交所上市部 首次公开招股审查早前联席主管杨金龙 和60岁的上市顾问林楚华 早上由警车押到西九龙法院认讯 杨金龙被控计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说他在2017年6月至去年4月期间 任职港交所时 隐瞒或没有向港交所申报或披露 林楚华将915万转账给他老婆 而杨金龙在处理同审月多项林楚华参与的 首次公开招股申请时 没有申报利益冲突 和没有避免参与讨论和决策 杨金龙同事被控一项贪污罪 涉及2017年新有控股上市的事 联署说杨金龙在或大约在2017年12月21日 没有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接受林楚华200万 作为倾向于或保持倾向优待新有控股 首次公开招股申请的誘因或报酬 至于林楚华被控的贪污罪 就说他向杨金龙提供200万 有线电视记者潘瑶星不得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 有线电视记者潘瑶星不得